正常發揮頻道會員召集令 四種頻道會員 壯大我們監督的力量 歡迎您召集親朋好友加入 讓正常發揮的聲音 不會被消失 當然啦 拜登總統現在覺得說 搞不起來 那我們就別搞了 那搞不起來是 中國人搞不起來 還是這一些有心人士 搞了半天也沒搞起來 幾件事情給大家來看看 這個昨天有提到 說這個論壇流竄的帖子 這個假新聞的帖子 結果沒想到這個伺服器的位置 在美國 昨天亮哥特別提到 我就特別去查了一下 這個中國論壇品聰 我想很多中國朋友應該知道 有網友就轉發了 這個抗議活動的貼文 是上海市民的Telegram 群組流出的 說活動目標是什麼 要衝入政府大廳 佔領上海市政府 成立新政府 還要宣佈加入中華民國 還把咱們都拖下去啦 簡直莫名其妙 那這個品聰論壇呢 我們來看 來 他的網站伺服器 就架設在美國 主要的用戶其實 根本不是中國大陸的本地人 都是海外的華人 然後整天都在講一些政治實事 最有名的 來你看 就在大概兩個月前 整整兩個月前 這個論壇就散佈了這個訊息 說習近平被軟禁 大家應該介紹這個訊息 說什麼他哪裡出現過後 就消失就不見 幹嘛幹嘛 就是這個品聰論壇出來 所以有沒有人在 試圖用一些假訊息 去影響中共政局的穩定 我想應該蠻清楚的 那另外呢也有說 這個顏色革命勢力蔓延 多地有預謀鬧事 還說曝光了 比方說什麼呢 有群組就說了 來來來來來 來來來來來舉牌 一個晚上發500 不早講我也去舉 這麼好賺 500人民幣不錯啊各位 另外呢 還有人說 抗議牌上的簡體字寫錯了 恐怕不是在地人 不是中國大陸的本地人搞的事情 再來昨天我們看到很多的網友留言 說現場有很多外國人 香港人還有台灣人 跟本地人的口音不同 那當然啦 我認為這個不足以說明什麼 因為台灣人 香港人 外國人 一樣啊 他不會說啊 你是台灣人 那我們這裡封小區 你可以自由進出 沒有啊 台灣人也是被封啊 所以我相信在中國大陸 當地除了大陸本地人 應該還有很多其他國家的朋友 也受到了這樣嚴密的 防控機制所管理 感到身心相當的不舒暢 感到身心相當的不舒暢 那胡錫進 當然也是二度市警了 說出了很多事情 很多外部因素 希望中國亂 如果有機會 他們一定會這麼搞 一定會這麼搞 來 那到底誰在背後搞 我當然不能說一定是美國 可是我們翻開世界歷史 古今中外最會搞這種事情的 大概就是美國了 他說第一 他說第二沒人敢說第一 我們來看看美國的顏色革命黑歷史 這是美國的前國家安全顧問波頓 就是把孟晚舟抓起來就他啦 就他搞的 曾經協助他自己自白喔 策劃其他國家的政變 他說這都是為了讓美國利益最大化 包含什麼 阿拉伯之春 包含烏克蘭的橙色革命 甚至包含喬治亞的玫瑰革命等等 是美國來援助資金 每逢選舉就要抹黑政府 激起民眾的不滿 和反對情緒 各位這都是國際認證的 這都不是亂講 都是事實 都是事實 包含過去在烏克蘭對不對 選上一個親二的總統 結果歐巴馬就派拜登 去把這個親二總統給搞掉 這都是拜登自己說過的 他說當時我就負責處理烏克蘭的事物 也就才有他後來兒子 跟烏克蘭關係很密切 所謂通烏門的事件 人都不用去坐領高薪 這都是有事實證明的 美國也從來不否認的 專門搞顏色革命 只要對美國的利益 是有幫助的我就搞 管你哪個國家我就搞 其實這一次是不是在 中國大陸踢到鐵板了 好那美國怎麼搞呢 我們來看 通常是披著 披著這個NGO的外衣 為什麼我們來看 美國的NGO 其實都是政府資助 那因為他獨立在 政府體制之外 而且整天掛在嘴邊 我不贏力 所以他可以幹很多 狗屁倒召的事情 不被人發現 也可以用別的名義 來幹一些顛覆 該國政權的勾當 那麼民眾對於美國政府 白宮 軍事霸權其實反感的 可是我剛剛說的 這些NGO組織怎麼樣 披著民主的外衣 披著關懷的外衣 所以常常讓這些國家的民眾 很信任 你看我們這麼清明照顧你 又不要錢 對嘛 美國政府給我錢嘛 所以民眾相信他 也因此他只要搞事 民眾都很容易就站到了 政府的對立面 那曾經有美國官員提到 說非軍事手段看似花費很多 但實際上收益更多 與其花派軍人去攻打這個國家 把這個政權消滅 我不如顛覆 換個喜歡我的 換個聽我的話的 因為這種手段 比戰爭還要省了千倍之多 這個算盤打得真好 來 大使 這個美國NGO如此 我看台灣的NGO也差不多 全世界的NGO都是這樣 你看我們台灣有些人權組織 國民黨執政的時候 每天活躍的不得了 民進黨一執政都要跑哪裡去 對 還有什麼關懷 關懷什麼愛術的 愛環境的 多了 奇怪 藍色執政的時候一大堆 天天關懷那個 關懷那個 什麼民進黨 蔡英文搞了六年 這些很多單位都不見 你看那個藻礁 當年馬英九 多少 就現在咧 蔡英文要搞 沒人敢講話 對啊 這很奇怪 蔡英文現在他們自己的人 都說他是黑金政權 那些怎麼我們的民間組織 到哪裡去了 你不是現在何志偉說是黑金嗎 李文中不是也說黑金嗎 對他們自己的人說黑金了 那過去那些NGO跑哪裡去了 那就是跟美國人學的 美國NGO就跟台灣NGO一樣 背後有什麼 有黑手 有人在操縱 那講的都是官免堂皇 不得了我愛這個愛那個的 天天保護這個保護那個的 其實在保護什麼 在就替政治護航嘛 就政治打手嘛 那只是美國NGO玩得更大 他到世界上去玩 對不對 其實是美國的政治打手 就這麼簡單 所以這些NGO啊 我跟你講 真的這個世界上 應該要好好來徹查一下 哪些NGO在搞什麼鬼 多了 差不完 全科累累 全科累累 太多了 那這一次說實話 這一次美國真的是 帥將你講一點沒有 美國看這個遊戲啊 玩不下去了 你這個24號火災對不對 26號開始 上海市民開始有活動 26號在烏魯木齊中路嘛 對 27號有學生社團開始 然後呢28號沒有了 28號沒有任何一個活動 29號今天29號 你看有任何活動啊 沒有嘛 可是呢今天28號的時候 BBC連篇累讀還在繼續報導 美國到現在這些媒體還在報導 還在報導 還在有專題啊 就是說還在用什麼角度來看 用政治的角度 用政變的角度 然後呢用這種 革命 對革命的角度來看 可是這個事情的本質是什麼呢 這個事情的本質 是對某些 就防疫的措施的不滿 就是一個針對一個政策的 一個抗疫 那你說 我看那個 我看那個是BBC吧 他說cross the country cross the country 中國那麼大 還得了啊 問題就算出來以後 武漢對不對 差不多10個啦 北京這些幾個城市 差不多10個 中國有多大 對不對 中國你想要 城抗事件一年有多少個 上萬啊 城抗事件多得很啊 因為中國老百姓真的是 對什麼事情都不講話嗎 不會的 非常多 剛剛前一陣子上個月 沒有就這個月吧 這個月的時候 成都這個鎮州的這個 鴻海的廠不是才出事啊 對不對 22號 對啊 鎮州廠才出事啊 上禮拜而已 對啊 這種事多了 那不過這個事情 西方媒體是真的是很 很很振奮 哇 終於抓到機會了 很興奮 你講興奮就可以了 所以呢 又忘記了 媒體要客觀公正報導 拜託啊 用那個詞簡直是誇張啊 然後那個解讀更離譜 哇 我是覺得啊 這個西方媒體啊 從俄乌戰爭開打到現在啊 真的讓人家看出來 他就是啊 他就是美國的NGO啦 台灣的NGO 根本到處散播什麼 公開什麼什麼什麼 什麼新聞報導原則 你說BBC有原則嗎 嗯 他那個記者在現場被被逮捕的 大陸國務院 不是 外交部記者會講得很清楚啊 他從頭到尾沒有告訴他 沒有告訴執法人員 他是外國記者 嗯 那就很清楚啦 那他故意想要被捕啊 嗯 我以前碰過 我以前在國外服務的時候 我們在日內瓦 我們在推動世界衛生組織案 民進黨來了一批立法委員 那時候長官跟我說 你去跟他們講喔 你要做任何的這些示威抗議 你一定要跟這個瑞士警察局去申請 先報備 他們一定會準的 不會不準的 他說這個對他們來講就是一個程序 結果我們派一個 一個同仁年輕的 發文呱呱叫 帶他們去瑞士的警察局去申請 他就是不申請 故意的啊 他就後來後來呢 後來告訴我們 就私底下告訴我們 唉我們台灣的牢都做過了 我們就想來做做瑞士的牢 他就是想要出事 身上就會有個徽章啊 一個戰功啊 哎呀你看我在日內瓦為台灣啊 被警察抓 他就是想著 那BBC警察是 BBC記者也是這個也是這個意思啊 那第二天BBC就馬上大幅 哎呀偶打這個警察暴力啊 怎麼樣就這樣子 所以你說BBC是不是NGO 我看也跟NGO差不多 英國政府是NGO 對啊英國政府也是NGO啊 所以講到NGO啊 這個世界上最大的騙局 裡面塞了很多這種 假冒偽劣產品在裡面 我不是說所有NGO都是這樣 這種假冒偽劣產品都在裡面 NGO有一點最重要的 你不要拿政府的方領 因為它這個NGO的理論 基本上是建立在什麼 建立在政府私林 所有 所以NGO還從事公共事務 你這個公共事務 照一般來講 公共事務 基本上過去是由政府所壟斷的 為什麼社會會出來 那麼多公共事務的團體呢 就是因為建立了政府私林 政府做不好 而且NGO除了要彌補政府 政府沒做好的事之外 它還富有監督政府做事的 這種職能 這種其實在西方 有非常完整一套理論 它不叫NGO 它叫NPO 它叫Non-profit organization 你做這些事 第一個你不要來賺錢 你不能盈利 你不能盈利 然後你可以從事公共事務 你可以跟社會汲取資源 你知道有些NGO 那個吸金能力有多大 大的不得了 可是問題人家有一些原則 像這個德國諾貝爾講的叫 無疆界醫生 他第一條規定是說 我們不接受任何政府的補助 我們的一分一毛都是來自什麼 民間的捐獻 然後呢我們不採取政治立場 講得非常清楚 就是救人 真的救人 然後呢我募到100塊 我只能行政費用 管理費用 內部情況不會超過5塊錢 我95塊都要花在這個地方 所以人家給他諾貝爾講 他做得也非常好 我想請問一下 很多人權團體拿的是 美國民主基金會 擺明是美國國會編的經費 那什麼NGO 變值了 變值了 你說最像的 就像慈濟那種方式 實際就真的 可是現在的NGO都變值 都被政府拿來利用了 拿來利用 他們也樂得拿政府的錢 因為他自由民主公開慈悲 多好聽啊 我們有我們的NGO 更莫名其妙 還出來做官 那個叫什麼 有一個環保律師 那個時候去做環保署的副署長 堂而皇之做起官來了 結果我們那個火力發電廠 在環評的時候 最後這6比6 他那票投下支持建火力發電廠 那位先生叫什麼 聽說 大使不要啦 大使不要啦 大使律師不要啦 大使律師不要啦 點到為止就好了 點到為止就好了 一直到就好了 一直到就好了 去做官耶 會告人的 我們不要這樣子 NGO怎麼能做官 NGO絕對不能做官 絕對不能做官 這個是基本原則 可是你要看看 民進黨政府有多少官 過去在NGO裡面混的 多的咧 太多了 有多少人以前 在馬英九時代 都是民運人士啊 保護豬農的權益啊 中興大學的教授啊 這個好熟啊 很熟啊 現在又想要回中興大學教書 就民黨一上來 立刻跑去當官啊 以前帶豬農上街 現在幫著民進黨欺負豬農 他會被告人 他會嗎 好像比較不會 笨手 這個之前 當然美國每年都有發生 之前連續美國幾件 重大的槍擊案的時候 我們也討論美國的槍擊案 那美國的槍擊案 當然討論美國的槍支管制什麼的 當然就是追究美國的政府啦 他的制度 那現在我們討論這個大陸的這個 的狀況 那當然是追究北京政府啊 不然要追究誰 我覺得那個標準跟那個應該要 應該要一致才對啦 那剛剛提到說那個防疫 可能上面沒規定這麼嚴 然後下面胡搞瞎搞 那是誰的責任 當然是習近平的責任 上面也得要負責啦 不是上面負責 當然是上面負責 現在大陸各審視一把手 哪一個不是習近平的人 都是你的人 那當然是你負責啊 你沒有要那麼嚴 可是下面胡搞瞎搞 當然是你負責 你權力最大啊 所以你看這次入場的 有那個北京的那個市委書記 蔡奇 更大的官是 上海的市委書記李強 他們兩個都入場啦 那你前一陣子上海封城 大家罵得要死 那為什麼習近平還妝容他 我不知道你的說法是什麼 那他可能會去接 李克強的這個總理的位置 那他是防疫成功嗎 還是他執行的嚴格的情形政策 總要有個說法出來 所以各位觀眾朋友 這個沒有什麼好高興的啦 就剛剛前面單身廣破題講說 這個我們台灣有些媒體 是覺得說這個可能這個 好好的來操作一番 覺得大陸亂是一個好消息 這其實我的看法是剛好相反的 大陸好兩岸才會好 兩岸好台灣才會好 那大陸亂呢兩岸就不會好了 兩岸不會好的時候 我們就倒楣啦 同意 就這麼簡單 那你如果覺得說 他會像1989年六四天安門 這樣子的話 那我很大膽的預稱 那我們就準備挨打啦 因為他必須轉移他內部的焦點嘛 那他對其實美國 把我們台灣當作一張牌 我們在北京手上也是一張牌啊 今天大陸如果出亂子的 要團結起來一個愛國性民族主義 就打台灣啊 找幾個那個這個策反的 那裡面搞個亂子 那我就出兵了 你喊台獨打你 就剛好就 我覺得我們不要這個 那我們隔這麼遠 我們也不曉得 你們發生什麼事情啊 好那單身廣你剛剛講那個 我是不同意啦 就是說因為翻牆出來的是少數人 我們看到翻牆出來 我們支持這個防疫清零 這個我是比較保留 如果14億的大陸同胞 我們來做公投說 到底是要解封還是要繼續這樣子的 這個靜默管理 他們叫靜默 我不曉得他們 如果真的有公投的這個 的結果會是什麼 我也不去猜測 但是我是要告訴大家 因為如果說 要學都學這個美國 或是西方的那些制度的話 那也許你會 就是說你可能跟台灣一樣 我就講我們這邊好了 我們這個上個禮拜六才剛投票 說那我們就學台灣 我們有很多的言論自由 我們每隔兩年就來選舉投票什麼 對你會享受到這些 你也可以在這個全大陸各地都開個 像正常發揮的節目 你也會那可是你的代價是什麼 這個就是你要想清楚 就是說我最近很喜歡講的這句話 就是說誰要感謝誰啦 譬如說這個大陸跟美國 還有我們大概會提到的 國民黨跟民進黨 到底誰要感謝誰 就是說你看我們台灣這邊的這個選舉是 選舉好棒啊 可是我們這邊呢 有一個候選人 台北市議員的候選人 他花了2500萬的人民幣 超過 我們推估他是花2500萬 台幣1億啊 可是他沒選上 可是他如果當了四年的台北市議員 以我所瞭解就是不要貪污 然後你就把薪水每天這個 都不要花帶回家 你四年大概大概六百萬台幣啊 可是你花了1億去選 我不曉得你在學人家 我說那個代價是什麼 好就說那我們不要學台灣 我們學英國好了 你看英國最近的那個搞了搞去 在搞什麼 或者是德國 或是學這個美國 那大家準備開槍好了 所以但是我的意思就是說 我們不是要去幫哪一個制度辯護 而是說每個制度都有他的優點跟缺點 所以我為什麼之前在單上網節目講說 我知道你們在網路罵我 我是會理你們喔 就是說習近平怎麼會去跟 加拿大的土豆發脾氣呢 小土豆 他是個米卡 加拿大本來是個米卡 加拿大前兩天發布一個 他的印太戰略有人在看嗎 加拿大的印太戰略有什麼好看的 他講了五十次中國喔 不得了 不是我根本沒看啊 我有看了一下 加拿大的印太戰略有什麼好看的 美國的還勉強看一下 加拿大我就不看啊 你什麼東西啊 你自己管好你自己吧 真不是個卡 就是說你習近平你是個 這麼大國家的領導人 你當了十年的這個大國領導人 我當然對你有期待啊 對不對 你吃了多少的苦或是多少的 那個那你怎麼會當著大家的面 你去罵這個土豆 那你的情緒控管有問題啊 對不對 你應該是不動聲色你搞我 好等我回去 你看我怎麼搞你 應該是這樣才對 那你今天你這個事情 處理到這樣子 我也很 我跟各位講實在 我也看不懂為什麼 這個大陸的這個 這個寂寞管理或防疫要搞這麼久 因為不合理 所以我舉個例子當我的結論 丹英廣最近在踢世界盃 大陸的做法是什麼 世界盃的比賽 我把畫面剪掉 有那個群眾擠在那邊 啊進球的好高興的 那我剪掉為什麼 因為台上的都沒戴口罩啊 台上在那邊看幾萬人 他都沒戴口罩 那我們為什麼要戴口罩呢 所以CCTV央視在轉播之後 他就把這畫面都剪掉 這對我們來電視作業 沒什麼困難的 我就去剪那個其他的卡 把它塞進去就好了 那你這不是作假嗎 那你要怎麼去說服 十次疑人說你看人家幾萬人 在那邊看球都不戴口罩 那我們為什麼 不要說我們要戴口罩 我們連出門都沒辦法出門 那你在幹嘛呢 那我不曉得 要怎麼 我最後再講一遍 我不是幸災樂禍 而是我真的看不懂 你說你看得懂 我是不相信 除非你是習近平 你哪看得懂 他為什麼要這樣處理 我不知道 就像剛剛單身管講說 神舟15號準備要發射 你的國力這麼強啊 1989年33年前六四天安門 那時候大陸是一窮二百 33年前台灣一個省的GDP 贏過所有的北上廣深 33年前你們誰贏得過我們 你們每一個都輸我們 33年後你們射到太空去了 我們還在這裡啊 你們有值得驕傲的地方 你們有很大的成就 不然你們早就反了 那你們遇到這個COVID-19三年 怎麼還處理不好 我們是幫不上忙啦 因為我們自己也亂七八糟 我看不懂你們到底發生什麼事情 我只能說 單管在COVID-19剛開始的時候 我說我幫武漢加油 武漢的朋友說 霍元兄這不行 我們不是武漢加油 我們是武漢必勝 他們的決定說 我們必勝講到都哭了 必勝 我現在也用這個話 送給所有大陸的朋友 我希望你們防疫必勝 你看烏魯木齊多好笑 一個火災之後就說 我們基本面清零了 如果沒有火災就不清零 你沒有辦法說服人民啊 因為火災了 所以就基本面清零 大家真笑耶 所以他顯然是錯了 但是不調整誰的責任 那習近平的責任啊 跟他客氣什麼 不是你的責任 你二十大之後 上禮拜討論開門紅 這是什麼紅 你在G20跟APEC取得的外交成就 他舉個白紙你就全垮了啊 對不對 要趕快想辦法 我相信北京的領導當局 他要統治這麼大的國家 他不可能犯蠢的 不可能犯錯的 那怎麼會 中間發生了什麼事情 我真的看不懂 對 防疫政策 確實讓很多人覺得 有一點 障二金剛摸不著頭腦 這個霍仁哥提供的觀點 其實也很值得參考 我們真的是非常誠摯 也由衷的歡迎 我們線上說的好朋友 都要聽一聽 另外一種思考的模式 我覺得會讓大家的視野 跟感受更不一樣 那他也沒有在挑戰誰 確實我們昨天也講 今天也說 這個政策是不是真的應該 應該好好思考 怎麼樣讓人民的 生活過得更好 要怎樣多聽聽人民的聲音 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你今天不要跟我說 共產國家不用聽 沒有 真正共產那是在像北韓 那種才是真正可怕的共產國家 哪一個人陸立一八說抓去 犬絕 什麼是犬絕 叫狗把你吃掉 怕了吧 活的喔 不是狗活的 是你活的喔 還丟進去 然後在你身上 讓狗的飼料 狗聞到 然後把你吃掉 真的啦 真的啦 砲絕 把你綁在那裡 用打炮打你 有犬絕啊 真的 犬絕是最狠的 他們那個 就是在那個人的身上 淋一些刺激狗 食慾的那些 化學的東西 或是什麼東西我不知道 降汁啦 降汁啦 然後狗就會發 然後瘋了似的把你給啃掉 電影裡面都演過啊 電影裡面都演過 電影裡面還是韓國的黑幫 這樣在處決他們的敵人 很狠啊 那個才是真正的共產國家 中國大陸其實很嚴格的來說 就是一個社會主義國家 你說他多共產多集權 那如果共產集權 會有這種事情喔 讓你在烏魯木齊 烏魯木齊中路上 在那抗議 抓起來一個一個槍斃 幫你北韓抗議看看 你敢不敢去北韓 平壤街頭 舉白紙說 抗議金正恩 我保證你 看不到明天的太陽 加油好不好 我喜歡 昆仁哥這句話 避勝好不好 抗議避勝 加油齁 他是澎湖浮澎喜萊登 酒店推出的 海皇鮑魚干貝XO醬 小小一瓢啊 可是有大大的學問 裡頭有很多 像是這大干貝 就有很多像是這20多種的氨基酸 其實對於你人體之間 是非常有效的 因為它裡面有稠蛋白 也是加分在加分 很容易 但是 你會這樣 你會這樣